大家好,今天是11月10号 那么现在就说到川普的法律战了 目前川普的竞选团队的律师叫鲍威尔 说民主党人利用电脑故障 把选票从川普转到了拜登 他说自己将在联邦法院 竭力揭露这一卑鄙的欺诈行为 这个律师也是前联邦检察官 他对福克斯说 他看到了大规模欺诈的证据 为了给拜登制造选票 他们用了所有能想到的办法 让大量死去的人投票拜登 我们在关键州 确定了至少45万张选票 奇迹般的只有乔拜登的标记 没有其他候选人的标记 他还说从那个多米宁投票系统 就是Dominion Voting System 这就是之前在密西根出问题那软件 他说生产的计票软件和硬件 被用来把选票从川普导向拜登 那么插句话 这个系统后来被媒体调查 确实在密西根那个县出了问题 但是在其他的县没有出问题 在其他的州目前没有发现问题 现在川普已经走上了上诉维权之路 他已经起诉了宾州的现选举中心 也在其他几个州发起了诉讼 有没有正式发起不知道 但是已经准备发起了 现在我在上面两节提到过 RCP网站也把宾州的票也下架了 现在拜登是259 现在很多人都在期待着最高法院来裁决有没有舞弊 但其实最高法裁决不了这么模糊的问题 他只能裁决川普上诉的那几个问题 有很多人很自信 认为最高法是6比3的保守派 还有现在网上有个传说 是说一个30年前被拜登骂过的 据说是拜登诬陷他强奸他人受尽屈辱的黑人大法官 叫克拉伦斯托马斯说30年以后天道好轮回 他来审判拜登的舞弊案 说这次拜登完蛋了 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 最高法院是不是一定帮川普 这集就来探讨一下川普要怎么样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谁来审 以及会不会帮他 首先美联社发了一个文章 他开宗民意认为 川普是倾向于采用像2000年那样高等法院参与的形式 也就是一判定输赢 但是川普很难实现这个诉求 原因之一就非常简单 因为今年的结果跟2000年不一样 2000年当时布什和戈尔 一个是241票 一个266票 就差佛州那29张选举人票 而且就差几千票 所以最高法院最后要判的就一个案子 就是要不要重新计票 但是现在川普的情况是 他在密西根 宾州 佐治亚 内华达 亚利桑那 五个州都想发起诉讼 诉讼的标的还不一样 对象也不一样 而且他选票 无论是实际票数还是选举人票数落后都非常多 所以理论上讲他必须说服最高法院 在两个以上的州中间取消拜登获胜的选票 给他加上他才能够胜出 这是跟当年戈尔案不一样的地方 第二现在的首席大法官是约翰·罗伯茨 约翰·罗伯茨是不太愿意让最高法接这个案子的 其实大家如果了解最高法的话 就知道最高法是有权利去挑案子的 以前曾经出现过很多案件 在州的以及的普通的那种案件 都不服都要上诉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接不过来 后来他们就挑案子 直审与宪法和重大政治案件相关的 到目前为止 美联社自己承认他还没搞清楚 究竟有什么样的法律问题 可能导致大法官的介入 而且美联社是说 就是这个罗伯茨不想让最高法 和他的同事接这个案子 首席大法官是在接案子上 他是有很大的权重的 所以现在最高法接不接 川普的案子目前还不知道 第三个就是川普对选举舞弊 一再提出未经证实的主张 这也是很多主流媒体用的词 就是说他提出了很多主张 很多都未经证实 包括朱利安尼那2500个证据什么的 他说迄今为止 他的竞选活动提起的诉讼 只是小规模的努力 不太可能影响许多选票 有的已经被驳回 只有最高法目前判的一个 涉及到就是宾州的那个案子 共和党的上诉 要求排除选举日之后 3号以后 宾夕法尼亚收到的选票 但是也不是说完全把那些选票作废 而是最高法 响应了共和党的诉求 就是把那个选票分开统计了 这就是前天出现的那个新闻 这算是共和党一个小小的胜利 但是美联社认为 由于拜登的领先又是很大 所以最终是否计票 都不太可能影响结果 就不管是宾州的结果 还是整个大选的结果 上周四川普确实是赢得了一项上诉 就是使得共和党的竞选观察员 更加接近在费城 正在处理邮寄选票的那些选举人员 这就是我前面说的 这是他目前唯一赢的 共和党上面这个赢的呢 也是另外一个 赢了两个小案子 但是佐治亚和密歇根州的法官 周四驳回了另外两场竞选诉讼 所以下面川普还要不要继续诉讼 还能不能再继续诉讼 目前还不知道 但是他现在在申请捐款 所以有支持川普的朋友呢 可以向他捐款 那然后呢就到最关键的了 如果说州法院搞不定上诉到最高法 最高法会怎么判 首先呢我可以这么说啊 对那些寄希望于保守派大法官 就一定会帮助共和党的人 帮助川普的人呢 我可能要泼个冷水 我在之前的节目中提到过 就是美国三权分立的意思 就是法院只按照法律判 他是超越党派的 超越政府的 他本身不持意识形态的立场 但是实际上呢法官本身 特别大法官本身 还是会被认为是自由派 还是保守派 还是会对实际判决有影响 尤其是在一些宪法条文比较模糊 而现实事物呢 充满了伦理学争议的这种案件上 比如说堕胎案 两边都说是人权 一边说是生命权 因为胎儿的人权 另外呢 堕胎对妇女的身体不好 所以也是保护妇女权益 另一边呢 说妇女有自身的选择权 生不生孩子自己说了算 讲起来都是人权 那么在这个1887年宪法草案 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 宪法只是说人人平等 只是说有个权力法案保护人权 但是至于胎儿算不算人 妇女能不能给自己堕胎做主 加上后来这个黑人 到底算不算是个人 这些都是问题 而且在当年定宪法的时候 也根本没有堕胎这些问题 所以这就是美国 那个200多年前的宪法 和现在这个时代和现实的对撞 需要最高法来进行解释 那么最高法的党派特征 管不管用呢 其实大多数情况还是管用的 一般都是哪个阵营提名的 就同意哪边的意见 但是一来呢 这个大法官的人数 两边都比较接近 一般都是5比4 这样的经常4比4平 中间还有一个摇摆派 他投的票呢 就叫摇摆票 这个呢 在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 那对这样的大法官呢 有些网友会说 这不就是墙头草吗 立场不坚定 其实呢 这恰恰就是三权分立 就是美国大法官的一个特性 因为法官是要保持真正的中立的 媒体人 我们经常说什么李中克 李中克 其实媒体人最多是保持客观 法官才是真正保持中立的 所以呢 如果很多人还是按照中文那种 按照阵营 按照阶级划分 然后立场优先的思维 去思考美国的大法官呢 很可能只能得出很失望的结论 这个最著名的摇摆票大法官 是60年代的大法官叫沃伦 他是共和党艾森豪威尔提名的 他是1953年10月5号正式继任 接替弗雷德文森 成为第14任美国首席大法官 一直干到1969年6月份 他一共干了是16年 他这个任期很长 而且他在任期的时候 正式碰上美国民权运动 以及社会思想解放风起云涌的时期 所以他通过一个个著名案例 大大扩大了公民权利 公民自由 司法权利和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利 是沃伦大法官时期 他真正将美国带入了一人一票的普选时代 本来黑人是没有那个投票权的 后来他还在他任上制定了著名的那个米兰达警告 这个沃伦时期还终结了美国的种族隔离制度 推广了美国的权力法案 包括第14修正案 终止了公立学校内强制背诵官方祷告词的这个活动 这个沃伦任首席大法官时期 被广泛认为造就了美国历史上一场划时代的自由主义宪政革命 所以沃伦担任首席大法官时期的美国最高法院 甚至被称为沃伦法院 沃伦法院也成了当时美国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的堡垒 那关于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个历史和议事啊 推荐大家去看曾经担任过白宫撰稿人的美国历史学家 杰夫谢索的最高权力 他是从最高法院的一开始的历史 着重突出罗斯福与最高法院的这个斗争 一直说到现在 由于沃伦这种划时代的摇摆票 直接是背叛了共和党艾森豪威尔的那个本意 所以艾森豪威尔后来就说最后悔的就是把他提名为首席大法官 他直接是等于说是扭转了美国的历史 除了沃伦之外 还有另外的摇摆票 比如说像1992年关于堕胎的一个叫凯西案 之前呢 美国确定了合法堕胎是通过一个罗伊案 那么在凯西案上面又出现了争议 当时的大法官呢 是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大法官叫奥康纳 结果呢 他本来也是共和党里根提名的 但是最后呢 他是支持之前的罗伊案 支持堕胎合法 再一次站到了自由派这边 还有摇摆票呢 就比如说2017年川普要废除奥巴马医保法案 结果上诉到最高法 有六名大法官支持这个保留这个奥巴马医保 有两票就是来自于共和党提名的大法官 其中一个就是小布什提名的罗伯茨 也就是现在的首席大法官 甚至有的宪法学家认为呢 他们这些大法官摇摆票就是故意的 要刻意显示公正性 但是我认为呢不是这样啊 我觉得他们真正要做到的大法官要做到的 就像前几天巴雷特上任的时候说 我要排除一切的干扰什么立场意识形态 甚至是我个人的信仰 我就是要做到公正和公平 所以人们或者美国社会或者三权分立的社会 对大法官的要求就是摆脱党派限制 超越政党超越政府 超越你的提名人 因为提名上来以后他就是终身任职了 没有什么工作职责上的重大失误 总统也不能把它换下去 这些大法官只是根据法律和民情来独立判断 这个案子应该怎么断 刚才我说到根据法律和民情 根据法律断案大家好理解 但是说到民情呢 大家肯定会很疑惑 其实呢 这涉及到一个法律的本质的问题 简单说就是法律不外乎人情 我觉得像沃伦那样的著名的摇摆票 因为60年代自由主义兴起 民权运动兴起 所以沃伦他顺应民意 顺应整个时代社会的发展 去提倡公民权利 维护妇女权益 或者整个社会向左转 那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决定 另外像90年代这个堕胎案 因为90年代女权运动也兴起了 于是这个即使保守党提名的首席 这个大法官 他也会承认堕胎合法 他也是顺应这个社会的发展 而且哪怕就是为了显示公平公正 要刻意的做这个摇摆票 就是背叛提名自己的这个党派 那就算是刻意做的 那不正好也是达到了最高法院设立的本意 也是体现了三权分立的精神 所以现在的美国的民意是什么 大家可以想一想 是撕裂的 确实是撕裂的 而且撕裂之下 唯一的共识就是把舞弊案查清楚 我认为最高法院一定会支持要查这个舞弊 但是到现在并没有多少举报是实锤的 朱利安尼有证据就赶紧拿 否则就是像四季花园一样是个笑话 那么在共识之外 现在美国的民意就是反川的声音如此高涨 拜登当选 很多城市爆发游行 放鞭炮 真的出现了很多人想象中 比如说习近平被选下去了 大家会放鞭炮 这川普被选下去了 大家上街集会放鞭炮 而且不只是美国国内 现在国际社会都已经卷入了 像日本、法国、英国、德国 纷纷现在都已经是二次祝贺了 德国是第三次谈到拜登当选 然后法国和英国都跟拜登通了电话 那么这个意味是不言而喻的 在美国国内 国防部长被辞退 五角大楼行政主任被辞退 现在NASA的主任表态 如果拜登当选他就离职 因为他不是科学家 他是被川普提上去的 一个共和党的众议员 让他当NASA的主任 那么体制内的这种表态 其实非常明显了 所以美国社会的民意 虽然两边还是非常对立 但是哪一边更强 这个应该是很明显的 所以现在虽然有很多消息 说这个也站出来支持川普 那个站出来支持川普 其实要么是副总统 要么是他的国务卿 如果他下台了 他们肯定下台 然后就是川普提名的选举主任 或者他提名的司法部长 都支持他 这是非常正常的 而且司法部长我认为 他必须公平公正的 把这个调查程序走完 我觉得这无论面在里子上都过得去 蓬佩奥央视骂他是三性加奴 那么他这次肯定要硬到底 肯定要忠诚到底 不然就更被央视看不起了 拜登上台 那么他的理想的国务卿是黑人女性 叫苏西安赖斯 肯定没蓬佩奥什么事了 所以蓬佩奥这个正途也是命运多舛 那么彭斯当然也是一样 所以基于这些判断 我认为司法程序是要走完的 川普在多个州打官司 本身就比较难 打到最高法院 到最高法院就更难 而最高法院也不一定会因为 是共和党是川普提名的 就会去支持他的诉求 最高法院要同时推翻 好几个州的选票本身比较难 除非有特别特别实锤的证据 真的是出现了系统性的舞弊 有几十万张决定胜负的选票被搞错了 或者特别恶劣的那种舞弊 我觉得只有在那种情况下 最高法才会去宣判 说哪几个州的选票无效 或者是夹到川普头上 那么我刚刚看到一个新闻 现在连川普的竞选经理都已经叛变了 他的竞选经理叫比尔尔斯蒂芬 他在早上跟美联社记者的电话中说 他说总统每天晚上都睡在床头上 每天晚上都在一个麻袋里 神秘的发现了新的选票 这是美联社的原话 就是他的竞选经理 现在就是这么说的 另外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叫Axios报道 就是那个著名的网络媒体 说两名知情人透露 川普已经告诉顾问 他正在考虑2024年再次竞选总统 那么美国宪法就1951年批准的宪法 第二十二修正案 是禁止任何人当选总统超过两次 但是并没有说明是连任 美国历史上曾经有第二十二任总统克里夫兰 然后又任了第二十四任总统 一个任期是四年 是出现过中间隔一段的 那是唯一一个 那么现在川普据知情人透露 他想在2024年再次竞选总统 所以这也是迄今为止 川普要准备承认失败的最明确的迹象 当然今天又出现了一些其他的迹象 表明他肯定是觉得连任不了了 而且这个迹象还是比较危险的 那么有时间我们今天会在下一个节目中再说 如果大家对本期节目有什么看法 可以到我的电报群里讨论 另外我的个人频道审视多事 在本周五将进行第二次群友辩论会直播 就是就一些热点问题 大家线上公开的用语音发表看法 并且在我的个人频道审视多事直播 也欢迎大家参与 到群里就会看到会议的说明和邀请 电报和我的个人频道链接就在节目下方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在这里 在这三个月份参与 有点几分 我们下期节目 感谢观看